这是西伯伦的禁寺 去以色列的人多 去过西伯伦的我估计很少 而且你看我这个彩色附片的颜色没有 这是1990年的西伯伦禁寺 你要问你说这西伯伦禁寺是干嘛的 是埋的亚巴拉罕的墓 你看这是个犹太人 这是个阿拉伯人 全世界的不是都认为是亚巴拉罕的子孙吗 像林肯就叫亚巴拉罕 信基督教的都说亚巴拉罕 圣经里边就说亚巴拉罕 阿拉伯人不是 阿拉伯人管亚巴拉罕叫伊布拉辛 伊布拉辛 所以这里边埋的既是亚巴拉罕 又是伊布拉辛 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祖宗 你看这个石棺上边图的油漆 都跟美国星条齐 跟英国国齐似的 应该犹太人在这 你看这个是西伯来文的 在这哭 哭他们的祖宗亚巴拉罕 阿拉伯人也在这念经 哭他们的祖宗伊布拉辛 这是晋寺门口的吉布斯人 你看是以色列人 可是他们又不是以色列人 是巴勒斯坦人 因为我看见车牌了 这是一个绿车牌 是巴勒斯坦人 犹太人 以色列人是黄车牌 这都是西伯伦 西伯伦晋寺 你看这老阿拉伯人 拿着一个下水道的三通 人民生活是很艰苦的 这都是晋寺 你看当地的巴勒斯坦小孩 1990年去这地 中国跟以色列还没建交呢 能到这的人呢 不是一般的牛逼 那就是我 你们在瞎白货 我有照片为证 你看这 这习伯伦晋寺里边 是习伯伦晋寺 还是伯利恒 这都是西伯伦 西伯伦是没问题 因为你想1990年 我那时候老碰见 烧杀抢掠的事 脑子都受刺激了 所以记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征调志愿者 帮我一起回忆那些事 照片太多 又都是那个什么格式的 那个叫 提服格式的 所以就打开有点费劲 你看这个 西伯伦基斯内部 这一以色列大兵 穿着防弹背心 腿上放着一支 盖利利不枪 随时就他们 就不知道他们什么 可能就打起来 因为他们虽然 哭的是一个祖宗 但这个一个祖宗 你看这边是阿拉伯人 蒙着头的 那边就是犹太人 就是一个祖宗 后代都在那哭 你看这阿拉伯人 我的电脑速度低 老有志愿者 说给你 给我 我学弟给过我 但是他 他都是街上买的 街上买的电脑 不适合特出使用 这都是西伯伦禁斯的外墙 你看这以色列兵 后来有一个 你看这以色列人 这个人是 一看就是犹太人 这一看就阿拉伯人 他们在哭一个祖宗 西伯伦的禁斯 你这更看明白了 这都戴着犹太人的小帽了 这个明显阿拉伯人 他们都在这一个地儿 哭他们共同的祖宗 这是两个阿拉伯兵了 是吧 两个以色列兵了 你看这个女的是犹太人 这边都阿拉伯人 这有明显犹太人 你看跟马克思似的 这两边留着这玩意 就跟马克思一样 就说到这些 就说亚伯拉罕和伊布拉赫姆 是一个人 但是犹太人 把他们叫亚伯拉罕 基督徒把他们叫亚伯拉罕 天主教徒 东正教徒 都把他们叫亚伯拉罕 一般西方文明 拉丁文都把他叫亚伯拉罕 但是阿拉伯人 把他们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所以现在好多人都叫亚伯拉罕 实际上是一个人 历史就是发生了什么 另外就是讲故事 怎么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就老说历史是story 把story嗨了 嗨了的story就是history 我就是拿着相机到一线 去讲那个真实故事的人 最后 这一切 就是 所以 就是 是 就像我说